原标题,美陆军装备现代化回归务实道路,据美国最新发布网站报道,经过激烈角逐,美国陆军日前揭晓军用直升机新一代发动机计划的最终胜出者,通用电器公司赢得价值5.5%. 美国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通用电器公司的胜出,反映出美国陆军对新式武器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现实,更注重低风险和使用性。 追求华而不时浪费大量资源美国最新发布网站指出,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美国陆军曾一度试图凭借高技术优势,研制别国无法仿效的所谓高技术装备。 一些新奇特的科幻式项目因此因缘而生,比如,新闻出色的RF-66克曼奇隐身武装侦察直升机,有未来数字化战场上第一种重要炮兵系统支撑的十次军战士刺新火炮,以及被寄居耗望的美国陆军未来战斗系统等。 美国防务企业顾问劳伦唐普森,在陆军部举办的防务会议上说,可惜的是,这些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新建项目,大抖因耗资巨大或难以操作而夭折,美国陆军队独一无二十武器装备的追求,从未进入过使用阶段。 论战结束后,美国军队在追求新奇特的道路上,浪费了太多精力。 不客气地说,九十一事件后,陆军应接二元三的取消武器项目,成为各军容中最大的资金浪费。 这,新武器研发项目不仅浪费资源,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一有武器的升级。 最新防务网站指出,美国陆军研距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役装备,比如M2布雷德与布兵战车,UH60黑音直升机等,已逐渐接近最高幅一年线。 但五角大楼之前,将更多新四花呗在为他们找寻更先进的替代者身上,很少考虑其升及适宜,导致美国陆军现役装备在火力、机动力和防火力等方面逐渐落后。 唐普森指出,在追求华而不时的武器项目方面,美国陆军走了不少弯路,致使陆军现代化计划几乎偏离轨道。 目前来看,那些所谓的高科技项目,只是在炒作概念。 如果无法在面向未来和成熟可靠之间,找到一条安全、有效的前进道路,那么,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勒宣称的技术能力是被增长将会落为笑谈, 或将成为装备现代化新标准最新防务网站认为,在研发新武器装备时,选择科幻式项目,还是选择实用性项目,实际上是在回答美国陆军装备现代化,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陆军部交通用电器公司研发的T901发动机,确定为黑银和阿塔7直升机的新一代换装发动机,是在用实际行动回答这个问题。 其美国陆军在装备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抛弃以往华而不时的追求,转而侧重使用成熟技术,较低研发风险,以实用、可靠、可负。 单位原则,走上一条低风险的道路,美国陆军于2006年发起,改进涡轮发动机计划,研制新一代发动机工黑银和阿塔7直升机换装使用。 经过十几年的研制,通用电器公司的T901发动机,和先进涡轮发动机公司的T900发动机均达到要求。 但美国陆军部,最终以用属不用生,可负不冒险的原则,选择了通用电器公司的产品。 美国直升机协会执行主席麦克西士贝格指出,从公司背景考虑,先进涡轮发动机公司,以制造喷气发动机为主。 美国陆军对其研发直升机发动机的能力,并不十分了解。 而通用电器公司,一直以来都在为黑银和阿塔7直升机制造发动机。 陆军部对该公司的技术实力非常熟悉。 所以,从较低风险角度考虑,陆军部更惊吓选择通用电器公司。 另外,通用电器公司的T901发动机,尽管在技术含量上,不如先进温轮发动机的T900, 但身在技术成熟,结构可靠,更容易帮助直升机,迅速提高坐在能力。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加布里尔库尔说,上述因素表明, 美国陆军正在调整装备现代化的思路,未来,使用性和低风险,将成为美国陆军现代化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因素。 被指过于谨小甚为最新防务网站报道车,军用直升机新一代发动机项目的最终确定, 不仅意味着美国陆军成千上万价值。 升机的使用寿命得到延续,也意味着今后陆军部会将该项目的经验和原则, 推广了其他武器项目中,比如移动防护火力项目,及轻型坦克项目, BAE系统公司,与通用动力公司推出的样车,都建立在已有技术甚至车型基础上。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雷斯·麦克克尔·尼克说, 这也符合陆军部的要求车载武器和电子系统,必须要最先进的, 但车辆底盘不求先进,但求成熟可靠。 这是降低研发风险,提高项目使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关键一环。 另一个例子,是陆军部的超远程导弹项目。 最新防务网站称,该项目的处终是研制射程超过12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 可能会涉及非常先进的概念性技术。 但由于这些技术缺乏参考样本,美国陆军也没有任何此类装备的研发经验, 最终,陆军部以不成熟为由准备将其放弃。 对此,迈克科尔尼克称,受降低风险思路的影响, 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成为可能。 按目前形势判断,美国陆军在设立新项目时, 要求成功概率,应该达到80%以上, 否则,很难得到进一步推进。 不过,也有美军官员对美国陆军此举提出批评, 将来这种过于谨小慎微的作法, 会给美国陆军未来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陆军退役中将托马斯·斯波尔称, 目前,美国海军与空军都在更先口后研发生一代武器平台, 美国陆军的低风险策略去与保守, 不具竞争力,很难保证未来的战场统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